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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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惠惠 我今天來到連昌一日游 我今天就是要來看櫻花 還有吃美食 那就跟著我一起GO 這台超多人的 不知道要拍多久 中午要來吃小魚 連餐很有名的小魚 而且是有 今天有生的啦 我要吃這個 這個小魚吃飯 生的小魚在這裡 吃飯 炒鯷子在家進去 別在家吃一下就熟了 就好像很好吃 拿上去 拿手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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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上蟲子 小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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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魚 太燙了 鮮魚好嫩喔 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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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放上去 然後加一點 芥末 來一半 吃吃 菜片中間要吃的 上次來的時候我也會吃 超好吃的 現在吃飽飯了 然後就來到了 賀鋼八番宮前面的櫻花 這邊是我期待依舊的櫻花 今天滿開 還不算滿開 再插了一兩天就滿開了 那就跟著我們一起去看 走走 走進來這裡面就是櫻花隧道了 今天剛好還有藍天 天氣超好 超幸運的 然後這邊一直一直走 走下去就是神功了 八番宮 就是八番宮了 就是來跟著我們一起走 吃飽的 小朋友 吃飽的 沒有 超級別的 吃飽的 每天都是 吃飽的 都很美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走到八班公里面还有这种小摊贩 就是卖鸡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进来这边又有一堆樱花了 阿凡公里面这个境内里面都有很多樱花 所以都可以到处走走看看拍拍 拍到好多喔 漂亮 那继续走 这个超有趣的 这写境内一圆 不是来到里面要一块钱的意思 是不能在这边抽烟的意思喔 要在指定的区域内才能抽烟的意思 OK 那边走进来又是八班公 从这个阶梯上去的话 就可以参拜了 那我今天就先不上去了 因为之前都上去过了 那我今天要特别来连昌赏金花了 那我们就下去另外一个寺庙吧 从八班公走过来 走了七百多公尺的路 有点小坡 走得有点累 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晋长寺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樱花 漂不漂亮 其实我也没有来看过 之前也没有到连昌都没有来这边走过 第一次来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来到门口才发现 原来要门票 没有做好功课 但是 那眼前樱花抽漂亮了 一定要来进去看一下 到门票了 一张五百块 裡面看起来好像还蛮大的 走进来之后 就会看到一整片的樱花大道 这边开的比刚刚八班公那边更满 开更漂亮 那我们就走进去看一下 这个站樱花大道有多长 然后也顺便参拜一下吧 这个超漂亮的 啊大家都在这个点拍这个 建厂新国善事 建材室这边找到一个可以点箱的 一只五十块 开镜店 好 这边 好 这边 你干吗 我跟台湾很像欸 没有 ok 那我们来去 咱修 咸贴 咸贴 然後我們繼續來看櫻花 那邊有一個超大人 發現了槌櫻 這個好粉喔 看完了櫻花逛完了寺廟 我又繼續跑來商店街吃東西 吃美食啦 這家超級無敵好吃的咖哩麵包 裡面有滿滿的雞汁 來蓮昌一定要吃 這是我第二次來吃 超期待 一天目 二天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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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滿足 好吃喔 來點一隻魚板吃 點這個蝦蝦口味的 這超大一隻魚板 然後一隻300% 看起來超好吃 好嫩喔 再點了一隻小魚起司的魚板來吃 這超大隻 看起來超讚的 剛剛吃的那個蝦蝦的魚板太好吃了 所以就再繼續點第二隻來吃 這個是小魚的起司口味 有一點點辣辣的 剛剛那隻比較軟 然後這隻比較Q 其實會很辣 很好吃 兩個肉很好吃 超推 吃完之後繼續來吃甜點 我們也來吃雞蛋糕 BabyCastell 好像也太可愛了吧 買一個 價錢最的價格很便宜 12個 才300塊 25塊 然後他們就說 是使用很新鮮的雞蛋做的 外皮吃脆的 咬下去奶香味好了 其實我剛剛已經吃炒豆可 很好吃 接下來 今天從鐮ństw下車之後 腳上去商店街 找了一集中午吃飯 吃完飯後 又從這邊櫻花大道 走… 走到八番宮 ethical 之後又跑去了 走… 建廠寺 之後從這邊走回來 然後去商店街吃東西 這是今天的一日游 半日游的行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大家喜歡我今天的櫻花美食自旅嗎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